黑龙江鹤岗位于北纬47度线上的松花江流域 这个区域是东北优质大米的主产区 当地抢农时,目前水稻插秧工作已接近尾声 鹤岗市相关部门抽调专业技术人员 对汉田播种、水稻苗期管理、水稻插秧等环节 进行技术服务和指导 东山区和隋滨、罗北两县与香陵肯区农场 达成厂村共建户主体 全面提升乡村农业标准化新技术、新设备的应用 鹤岗市供销社等农资部门提早采购种子农药化肥 利用绿色通道及时下摆到乡村 气象部门结合农业生产时期 适时发布灾害性天气提示信息 指导农户加强生产管理 增强防灾减灾意识 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